大大學廠商經營診斷及政府計畫媒合說明會 而是其次帶獎堂熱鬧的登場 透過專家學者分享協助企業深入了解 並利用政府的資源 現在我針對企業的創新 跟低碳化、智慧化的補助方面 給業者一個教育的課程跟說明會 讓業者、產業界更能清楚的了解 我們政府在這方面他們有什麼資源可以利用 那我們就SBIR的部分 我們今年縣長非常關心企業的創新跟研究 所以他特別提供了比往年更多的一個機會 希望說藉由學校老師的一個專業素養 再加上我們產業界的需求跟想法 跟未來的市場控制 所以我們一直強調說 這次活動針對彰化線的SBIR低碳與智慧化補助計畫 產業低碳化和智慧化商業服務業智慧減碳等主題進行分享 讓產業更了解政府的資源 各位先進只要有任何問題歡迎各位到大業大學來 我們有非常好的設備 我們有良好的師資 然後雖然說我們這些老師也許跟業界的關係沒有那麼深厚 意思是說學校老師有時候都在學校寫 一天好學習寫論文嘛 但不要忘記寫論文是真的很重要 因為政府每次看這些東西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會把報告寫給我看看 我們在大業大學可以輔導產商 做很多的新的產品的一個開發 希望產業界也可以找我們大業大學來做合作 蘇明慧也沒和企業代表和專家面對面的交流 進行可行性評估和問題的諮詢 期盼接種大大學老師的研發能量 協助產業開發新產品 拓展行銷全球的機會 攜手共創未來榮盡 大野人新聞流行銷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